台湾的陆委会主委和大陆的国台办主任 护生官衔 今天在南京见面 写下两岸官方首度的历史性接触 马英九政府为一条高中的历史课本课纲 民进党重量人士大力批评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大陆与美国又爆发了口水战 美国批评南海化界的九段线违反国际法 大陆予以反击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上桌对谈王张慧 选在南京到处都看得到精心的安排 因为南京是历史上的六朝古都 也曾经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 而媒体住宿的中山宾馆 是当年蒋中正在创办军官俱乐部的立志社 而王张会面的紫金山庄紫金厅 也是第三次江城会的会面地点 大陆南京紫金山庄里的紫金厅金碧辉煌 墙上有历代文人游历南京时所提上的诗词 挑高11米最多可以容纳800人 被定为两岸历史一刻王张会的会谈场所 早在2009年紫金厅就被选为第三次江城会的场地 如今这两岸分至65年以来 首次官方正式直接会谈也选择此地别具意义 两岸首次官方正式直接会谈不在北京 而是选择六朝古都南京 外界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但是南京对台湾来说意义非凡 曾经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 紫金山上的中山林 更成为国父孙中山的长年地 立志社的前身是黄埔同学会立志社 创立于1929年1月1日 他是蒋介石模仿日本军队中的 邪刑社组织亲手创办人 蒋介石夫妇及国民党高级官员 曾在这里观赏戏剧 音乐演出及外国电影 这个曾经扮演过军官俱乐部的角色 是这一次王章会安排媒体下榻的中山宾馆 前面老建筑 浓浓古都风情 在历史长河中将再次见证新的一页 记者 最好报道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的点评来宾 是文化大学的教授蔡伟 蔡老师您好 志森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蔡老师 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预定要谈的话题 我们一个一个开始先来讨论好了 这一次呢 王雨琪跟张志军 就是我们正在录影的时候 事实上这王章会也就正在开了 正在举行了 那今天的重点有一个呢 是有条件的两岸两会要互设办事处 而且享有人道探视权 这一点它似乎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突破 因为呢站在这个大陆的说法的话 当然这个是要提供于 这个要放出四海皆准 那如果说他们给其他的国家 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的话 他凭什么要给这个台湾 这样子一个待遇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台湾方面当然有台湾方面的说法 但是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 在这一个所谓的人道探视 大陆上面有限度的让步 您觉得它的意义有多大 我觉得从这次事情看起来 我觉得大陆是有相当程度的善意 这个我们必须非常持平的 来看这件事情 比如说选在南京这个地点 本身就是对我们来说 有很重大的象征或政治上的意义 中国大陆它没有坚持说 你一定要到北京来 这个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展现了它包容善意的一面 那包括这个人事探视权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道探视权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你刚才也特别提到 是叫做两岸两会办事机构 那最忌讳的就是 大陆当然一直担心的就是 是不是会变成这个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对 对不对 它一直在避免 那通常是在正式的这个邦交国之间 那它有这个所谓的领事事物 在这一部分会有人来探视 是不是万一犯了刑事案件 或者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那它会有这个探视权 那中国大陆当初一直在这个事情上 有所顾忌 它就是怕给人家外面一个错误的印象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对 对 这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 所以它不愿意用这种什么 它后来微调调整说 人道探视 我们这边一直坚持一定要有这个权利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在通常的国际惯例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 在对方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的事情 那它的领悟或者是外交官员 有这个权利去进行探视 确保这个被拘留的或被逮捕的人 他应该得到这个适当的法律的保护 有个法律程序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但中国大陆就是顾忌 因为它顾忌的主要就是 你刚才讲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目前它是 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消息 是中国大陆可能在这一方面 稍微有一点点调整 对不对 同意用人道探视这个字眼 我觉得就相当程度来说 我是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情 这是因为是我们方面一直坚持的 那中国大陆它自己的民众 如果是犯了法 它自己的民众 是不是有那种法律上的保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员 有没有权利去探视 他讨论这两个层面的东西 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它有一些让步 其实是好事情 那您觉得就是说 它这个所谓的人道太事权 它必须要在两岸两会 互设办事处之后 才能够成立 那您觉得就是大陆方面 加上了这样的一个淡书 是不是合理的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它当成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话 好歹你两个国家之间 你是要有这个外交关系 然后也有要互设领事馆 那当然这个两岸关系是特殊 两会办事处 对 所以对于大陆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互设办事处之后 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人道太事权 我们能不能说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如果从广义来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理的 那我们不知道目前在现况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所谓的代表官员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现在家属是不是可以去探视 我记得是家属是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可能不是法律上的东西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之中 家属可能有这个探视 还有就是他的辩护的律师是不是能够探视 目前这个节目院上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有 但是如果说是要用对方的代表处的官员 办事处的官员来探 那当然你要有个法律的依据 说我们建立的法 有这个法源 我们成立的办事处 那你就有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 另外还提到了就是台生在大陆是享有全国的医疗性保险 而且我们注意到这是大陆方面单方面的一个举措 也就是说他并不要求台湾方面说 你一定要给这个在台湾的大陆生 对 有这样的医疗保险 我们才会给你在这个大陆的台湾学生 这样的医疗保险 换句话说他对台湾的学生来讲是一个利多 其实这个事情讲起来就远了 当年大陆把我们当境外人士 那他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后来我们也知道台生在大陆 甚至于跟大陆的相关的部会去用抗议这个字眼强了一点 但是有去跟他们讨论 后来大陆就让步 后来就是现在在大陆的台湾学生完全是跟境内的学生是一样的 那他现在医疗保险他也是同样的比照的话 那我正在想说是 那下一次张军军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在台湾的陆生 是有一些不尽公平的待遇 所有的外籍学生都可以受到相当程度的医疗照顾保护 对不对 那大陆的学生我们也有所谓的三线六部 各式各样的管制他们限制他们 我是觉得如果说是中国大陆已经展现了这种 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 用这个雍龙大度他愿意先开放这一部分 然后一起照顾 反过来我们就要来反思了 我们对大陆在台湾就读的学生 我们是不是也要用同样的标准 是 而抓到你这句话 就是大陆或许有人不同意 就成为您所讲的这个雍龙大度 您觉得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习政府对于这个马政府 或者是对于台湾 他是不是展现出了某种程度的雍龙大度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气度和远见 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有的人讲说是 基本上大家都不是在做实战事业 大家都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都有一些算计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一件事情是 中国大陆觉得第一个 时间站在台湾那一边 第二个 他的综合国力在不断的膨胀 和平崛起 第三个 他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这个大家 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的 大陆的朋友 外国的官员 大家都感觉到 第一个时间不站在台湾那一边 第二个中国大陆的自信心更强 第三个 他展现的那种包容 似乎 是比以前更强 因为他有信心 他就觉得 他可以无法展现出 他比较和善的这一面 我是觉得 习近平上台以后 当然也有人可以讲说是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然后他会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 他有更多的急迫感 希望促进两岸之间的政治性的谈判 政治性的对话 这个过去大家谈过这个东西 谈了很多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中国大陆觉得 从更高的战略层次来看 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 他觉得 基本上他在用一个中国政策 或者是一种框架 他基本上在国际上 已经把这个 左卫法力态度 封死了 那经济上 你现在台湾在相当程度上 又必须要依靠中国大陆 对 对不对 那两岸之间的融合 或者是交流的速度 广度和深度是越来越快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台湾内部是有不同的声音 有分离主义的主张 这些都是事实 那这个 最近还有教科书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会谈这个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方面是 拉力 想要走得更远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 这个推的力量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从中国大陆 从习近平他们那种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来说 台湾 所谓的台湾问题 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是 那他现在处理反腐 这些问题 这个整治观针 这个东西 他是目前最重要 做的事情 所以台湾问题 只要不出大的 这个格局范围之内 他基本上 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摆一阵子 那他在这种过程之中 他一方面展现上意义 一方面展现实力 另外一方面 就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 可以把你拖着 你不会走到太远去 对 而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蔡老师提到了 就是两岸的 这个经济整合的问题 那个台湾是希望能够 加入这个TPP 还有RCEP 希望中国大陆 在这个部分 能够加码 然后推台湾 这个扶上马送一程 不过呢 不过呢 就是大陆方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 期望或期待 是有不太一样的解读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讨论 其实呢 在这一次呢 王雨琪跟张志军的会晤之中 两边要谈的议题呢 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议题 还有第二个议题 我们已经cover过了 就是有条件的 两岸两会呢 互设办事处 享有人道探视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湾在大陆呢 是享有全国的医疗保险 另外一个 就是台湾方面 是比较要push 比较希望能够有的 就是呢 台湾在加入这个TPP 还有RCEP 就两个 一个是环太平洋的 这个经济组织 一个是属于东亚 大陆性的这个经济组织呢 在这个上面呢 大陆能够多多的帮帮忙 但是站在大陆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说 这件事情呢 这两件事情 都不是操之在我 都不是大陆方面 他们能够单方面决定的事情 那他们认为呢 这个台湾方面 事实上 他们只能做的是 他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台湾方面呢 也要做台湾方面 该做的事情 我现在看到这个蔡老师 您指了两次手了 你觉得 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那当然有道理嘛 这个TPP 这个主要是以美国为首 这个环太平洋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市场 自己开放不够 不够开放的问题嘛 中国大陆 它的顾忌是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会造成 这个国与国 国家的问题 中国大陆它主要是 考虑政治的问题 所以它只能够原则上的 讲说是 只要是单纯的 经济贸易方面的活动 中国大陆从过去到现在 它就基本上 抱着同样态度嘛 包括APEC 包括ECFA ECFA是当然两岸之间的东西啦 我们跟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整合 我们跟新加坡 跟纽西兰签的这些东西 中国大陆它关心的 只是政治上的 它一向就是说 只要你没有政治上的 顾虑的话 那签的名称 签的单位 这个事情能够妥善处理的话 不会有其他的扩展交易的话 它基本上不抱一个反对的态度嘛 甚至于它可以说 抱着一个乐观其成 但是你要他来帮忙 这个其实牵涉到 美国牵涉到其他的国家 牵涉到台湾 自己市场是不是够开放嘛 是 对不对 你自己市场不开放 然后你叫中国大陆去帮忙 中国大陆它可以承诺的就是 我不阻挡 那只要没有政治目的 只要不造成其他政治性的 扩展交易的话 那它基本上是 抱着一个乐观其成的 他只能够讲到这个程度 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你如果自己做不到 然后你叫对方去帮忙 这个也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 是马总统特别交代的 这个TPP 这个是王允许这次去 主要要讨论的一件事情 对 坦白的讲 因为以他们两个人的层次来说 已经到了那个地位 他们不会去谈那个细节 他们基本上就谈 我为什么要讲呢 其实两会 海质和海责 他们是一轨办 对 他们是谈事务型的 那这个王丹会 以后陆委会国台办是一轨 那一轨就谈政策 那他谈政治 这个就是将来的 领导人 两岸领导人去谈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学者跟他们之间的 智库之间对话 这个属于恶鬼 我们常常在做这些 类似的分析研究 讨论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分得很清楚 那所以马英九也特别交代 他正式去 这个RCEP和TPP 这个希望大陆方面 积极于促成诸如此类 这是一个政治交代 政治任务 那大陆也只能够做 这种原则性的讲说 是我们基本上乐观启程 只要没有其他政治的考量 考量 对不对 那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要把事情做好 你自己要把市场开放 你自己都不开放 连现在服貌到现在也搞不成 对不对 你说怪谁呢 对不对 对 而讲到这个台湾跟大陆 是各有所求 各有所趋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TPP和RCEP 这是台湾方面 是有所求有所趋 然后马英九也把这个当作 是一个任务交办给这个王玉琪 希望王玉琪在这上面 能够得到大陆方面 积极的这个善意 但是不要忘了 大陆方面对台湾 也是有所求 而这个有所求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 就是双方能够签署 一个所谓的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签署 这个共识备忘录 那您是怎么看 我是抱持怀疑 甚至于保留了一个态度 因为好不容易 大家进了那么多的努力 促成的王章会 那这个要从大局来看 那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最后就突然出来 要签一个什么备忘录 这个是我们又话讲 就是cold by surprise 你知道吗 就让对方突然措手不及 就跑出一个这个东西来 我不相信 因为这个事前 大家一定对于见面的时间 讨论的议题 演讲的内容 称谓 接待的规格 这些东西一定具细迷的 也经过讨论 大家都有某种程度的妥协 善意 谅解 那最后的关头 如果双方面 是不是一定要签一个 所谓谅解备忘录 或者是共同备忘录 那可以用这个 记者会的方式来表达也可以 对不对 可以用申明的方式来表达也可以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最后的关头 突然跑出一个说是 备忘录 搞定说是 我们来个备忘录 这个会让其中的一方会觉得 这个是好像突袭 好像是让对方不舒服 那这个跟你 整个发展过程 说尽了这么大的努力 好不容易促成了 这个衣轨两岸主管官署的 直接对话 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一个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个是变成机制化的 第三个是不受人为操纵的 第四个因为政权转移 更替和会调整的 就是如果把这个东西做成 这个其实对两岸有好处 对台湾有好处 对区域安全有没有好处 当然都有好处 这其实对大家都是好的东西 那在这种进了这么大的努力 彼此都有善意 都有同理心 甚至于一点让步谅解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要很严整的表达 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不卑不亢的表达一些看法 但是你也不是去找茬的 对不对 就故意去碰对方的痛处 去讲一些对方不喜欢听的话 也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到了这个最后的节骨 也说媒体突然爆出来 说是要签这个双方面 共同备忘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我不敢说是误传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从整个逻辑 也做事的这个过程看起来 其实有很多其他方式来处理 就是你用记者会 你不可以开共同的记者会 你分别开记者会 他跟这个欧巴马也 做过同样的事情 或者是谅解 不要说谅解备忘录 这个是属于备忘录的范围 但是你用声明 如果不可以有共同声明 个别声明可不可以 我们常常讲说 agree to disagree 对不对 上海公报也是这个样子 上海公报当然是国与国之间 那两岸之间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 其实可以处理的方式非常的多 不见得一定要用那一种 硬邦邦的具有政治意涵的 这种文件来 其实双方会谈的 见面本身就是正面的 然后就像我前面讲的 如果可以形成一个机制性的 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 然后变成是不可逆转的 然后是不受人为操纵的 不受政权转移更替的 这个其实 只要能够实现这个目的 其他的 你会不会觉得 都是资维末节 那何必在这个节目上 搞这个东西 如果把资维末节放一边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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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就是 这一次的这个 王玉琪跟张志军的会晤 如果说要他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就是一个双赢的这个状况的话 对于大陆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猜想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 就是说 第一 他为这个未来两岸 进入深水区的 政治谈判铺路 而且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中 可以避免两个中国 避免一中一台 这个是 从头到尾 他就要避免这个东西 对 站在台湾的角度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凸显 这个两个中国 就是说 也不是两个中国 就是有两个政府 分治存在的事实 就是对等的政治实体 就ROC存在的这个事实 您觉得在这个部分 在今天的这个王章会 有没有可能达到 我在外面 还没有仔细看今天的 这个他们现场实况的东西 因为现在国内的一些 不管中国大陆台湾 有些媒体一直在讲说 现在已经从哪一个阶段 这个蛮有 他已经讲过 就是两岸主权互不承认 自权互不否认 就是说我们现在两个 这个主管官署 正式的见面 进入议轨对话 是不是机制性的 这个本身 还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这个 因为事物的发展 不会是一直限的 它一定是有起伏动荡的 那甚至于 倒退都有可能 当然我们希望 透过这次议轨对话 的过程 形成机制化的对话 沟通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 两岸已经从 这个 治权 叫做 主权互不承认 治权互不否认 已经走向 治权相互承认 我对这个讲法 也有某种程度的保留的 这个态度 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的 这些学者专家官员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中国大陆讲过 因为 他们从来没有回应这个东西 就像包括两岸外交秀兵 这件事情 他们不能回应 他一回应因为就是 外交他们认为是 自由主权国家才有的行为 所以他不回应这个东西 但是默契 是不是有默契 是有默契 好 那包括这个 两岸主权互不承认 那他只要一回应这个东西 就表示 可能有另外一个主权存在 这个他就没办法 他就要发疯了 他就没办法处理了 好 那治权互不否认 在现实面看起来是个样子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 正面的回应过 因为他担心的是 治权互不否认 就可能会对主权 发生侵蚀性的 Erosion的这种作用出来 他自有这些顾忌的 那今天两个主管官署的 最高官员能够见面 是一个往基之花 方向发展的一个 正面的健康的 值得鼓励的一个方向 这个绝对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因此就降到另外一个 角度就是变成 自权相互承认 可能还没有那么快 可能 对 就是还没有那么快 也还不能够讲 就是机制化就已经完成了 好的 是一个过程 好的 我们接下来广告之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马英九政府 微调高中的历史课本课纲 民进党的重量级人士 大力批评 这到底是谁对 谁错呢 马上回来 高中历史课纲的微调 民进党大力痛批说 这是去台湾化 绿营执政的六县市 还联合抵制新版的课纲 不仅党内的同志郭正亮 是撰文批评民进党了 把这个单纯的课纲问题 无限上纲成意识形态的对决 前海基会的秘书长陈长文 也投出平面媒体 他批评民进党反对历史课纲 这个调整呢 其实根本是反对宪法 所蕴含的史观 他认为 课纲的微调是合线 合法又合程序 民进党的阻挡 无疑是两岸政策 回到原点 走走 台联立委强意恭敬教育部 要部长蒋伟宁给个交代 却碰了一笔子灰 高中克刚争议成为在业党 联手炮轰焦点 民进党批评去台湾化 六个执政县市还发起言和抵制 但党内同志郭正亮撞文炮轰 执政六县市发动抵制 不但造成县市长涉及违法 还会徒增当地学生未来参加联考的困扰 民进党对新版历史克刚的批判 其中涉及去台文化争议 必然演变成统独和蓝绿问题 本来我们的教科书 就是符合中华民国宪法 在中华民国的国家 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的教科书 如果不教导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要教什么样的宪法 那要教导什么样的史观呢 不止党内统治有意义 部分学生代表 也质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前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 更投诉中国时报 反驳绿营论点 陈长文认为 民进党反对历史课纲回归宪法 其实就是反对宪法蕴含的史观 况且立运执政时期 不敢主张收宪 却在历史课纲塞进 违背宪法的元素 简直是强盗抓官兵 民进党的作为违背民意 无异于政治诈漆 我在教育现场 而且我咨询过一些 我们的同僚 他们都很认同 就是把像228事件 像白色恐怖这些的事件 把它增加 课纲要清楚而明了 而且要顺应时耐潮流 不要有任何的社会历史包袱 柯刚微调 政府按部就班 从前年就开始着手规划 举办公庭会 听取各方意见 何限何法何程序 民进党就已带有瑕疵的 去台湾化论调 攻坚批评 所作所为 一如陈长文投书结论 只不过在此证明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又回到原点 记者综合报道 我个人一直在 过去的20年 台湾的政治发展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台湾如果在 自我的认同上面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 一个共识的话 台湾是永远没有办法 往前走 而事实上 过去20多年 只要我们来看 台湾的历史 尤其是政治的历史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对于史观的 互相的争执拉扯 和一个消耗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次马政府 他对于高中历史课纲 的所谓的微调 你觉得 老师 你觉得他是让 所谓的两边的 台独史观 和中华民国史观 再一次的撕裂 还是让他进行了统和 然后迈进了一大步 就看从什么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看到了民进党执政的一件事 在强烈的抗议这件事情 他的党中央也要采取 反制的行动 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是举双手赞成 这里面牵涉的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认同问题 第二个就牵涉到 民进党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因为这一件事情的本身 就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 他的基本的核心价值 他的政治理念 没有丝毫的转变 他说时可以变来变去 可以有不同的讲法 但是碰到这个最关键的 正统问题 史观的问题 他就伏里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就是明明显弦 大家看得出来 他基本上主张分离主义 你主张分离主义 这个站在我们一个民主自由社会里面 我们也可以尊重 要包容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今天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 就是我们今天站在台湾 站在中华民国的角度 我们当然在训练我们自己的国民 培养我们自己的公民 我们当然希望他有一套比较正确的认识 对不对 那陈昌文先生 我其实看了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是心痛 第二个我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期望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所谓的意见领袖 应当勇于站出来表达意见 表达看法 那有时候 当然我前面也讲了 民主我们要包容不同的意见 但是包容不同的意见 并不表示我们应该 或者是对某些鸡飞城市的 错误的观点 我们也予以包容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有存在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 这个里面谈到了228事件 谈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 谈到了卫安妇 卫安妇把它加上强迫这个制言 这个没有什么错 那日本统治台湾的殖民统治 这个也是没有错 对不对 那民进党的这些朋友 这些职任的县市首长 他们反对 就像郭正亮先生 他是前任立法委员 他就特别提到了 就是把它拉到统獨对决的 这个层次上来 就是最后就是到了认同的问题 那我就在想说是 当年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他们调整了整个时纲 他们把它改了 把日据改成日志 把大陆改成中国 对不对 那就是两岸一边一国 台湾一国 中国大陆一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年的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也没有说是采取这种方式来抗拒 当然你是觉得 我们可以觉得国民党的战斗力不够 他们冲装体制的这种精神是不够的 但是讲起来 我是觉得就是民进党他还是 这一次事情让我们明明显显看出来了 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基本观念其实是没有变的 对 他还是主张就是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两岸一边一国 就是即使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 我们当然很难理解了 你即使将来有朝一日独立成功 建立了台湾国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那你怎么可以去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 这是在我们很难理解的范围之内 对 讲到这个就是民进党露出狐狸尾巴 我现在就是替民进党说话 我当作魔鬼的代言人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这么说 比如说呢 刚刚我们讲到了 这个郭正亮 他就不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 然后目前呢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个小英 蔡英文 他们也在赶 对 他们也在做这个微调 微调 对 并不是像这个党中央的苏贞昌 或者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这样的一个走回 就是理实质上走回台独老路 这样的一个死胡同里面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民进党是不是还有一些希望 从郭正亮 然后从这个小英 蔡英文 如果说是 这个 我们换句话讲 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 事物的发展 有它的这个一定的规律 不是受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两岸关系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 中国大陆成长到了目前的这种情况 那他们可能被实事所迫 也要调整 你刚才特别提到的蔡英文 那他派了这个小英基金会的人 到中国大陆去跟对方沟通 他回来以后 他自己没有去了 他们就讲对岸 讲中国大陆 他就不再喊中国 对不对 那薛长廷也是同样 另外一个例子 他以维新基金会名义 他去过 他最近还在讲说 他如果当党主席 他不排除 他要去中国大陆 这个可能一个是 他主观上的 他要掌握民意 他要改善两岸关系 要争取政权 对不对 另外一种可能是实事所迫 那实事所迫 有可能是被民意所迫 另外一种可能是被 这个整个国际局势 或者是大陆发展这个局势 把我们拖过去了 对不对 可能陈菊就是这样的样子 你说是 事实物者为俊杰 你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陈菊 他到大陆去也讲过类似的话 自分去过也讲过同样的话 对不对 但是回来以后又变了另外一套 包括热比亚事件 这个大家知道的 答案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可以被实事所迫 策略 我现在问题就回到一个基本点 共产党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事物 你要看他的本质 不要被那个表象所迷惑 对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你看民进党的本质是怎么样 还是事物的表象是怎么样 他可以说时会变 但是他的本质到底有没有调整 当然要 当然这个变 他可能是渐变 他不会是突变 对 突变 他群众基础就没有了 他过去也没办法支援起诉 比如说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他把九二公司骂成那个样子 他今天要接九二公司 他都回不去了 对不对 他可能必须要渐进式的逐步的调整改变 但是这个东西 据上我讲的 一个是可能他主观上的认定 他是错了 他在本质上要调整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被时事所迫 要进行策略性的调整 而不是本质上的改变 但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再就不禁要反思了 那下次时事有了变化 他是不是又变成别的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最问题的根本就是 他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教科书谈到现在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你说他没有再变 他可能是想要变 那其中有一部分人变得比较快一点 那从中国共产党 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分析矛盾 利用矛盾争取 制造这些嘛 这些东西 这个是统战的手法 这个也没有错 那民进党 但是我们期望的 是他从自己的利益 出发 从两岸的大局出发 他知道 他必须从根本上调整他的政策 而不只是为了选举策略的调整 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要值得批评的 就是马政府了 我们不要忘了 马政府呢 现在他当政已经是超过五年半了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在扁政府时代 他是一个少数政府 他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呢 他还是拼命地在推台独使官 那在相对之下 马政府是已经当政了五年半了 他到现在才开始 对这个高中的这个历史的 这个课程的纲要呢 进行修改 进行所谓的微调 你会不会觉得 马政府在这个地方的脚步 做得已经太慢 很多人对他有类似的这种建言 他没有办法建局履籍的来做 很多他该做的事情 那有时候 那就会让某些人觉得轻痛愁快 就觉得他该做能做的事情 由于他 马政府不是个坏人 那他基本上是五娘公俭让 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 也是跟他 我们都在场 跟他吃饭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是 不能劝他了 温良公俭 公俭让 温良公让都可以 公俭让 但是说要该不要让的时候 就不要让 是 有一个朋友 特别去劝过他 那他也有回应 他说我该坚持 我还是有坚持 但是相对来说 很多所谓的蓝营的支持者 对马先生还是有很多的意见 就是觉得他 不够强势 对 不够坚定的 要做一些他 这些蓝营的支持者 认为他该做的事情 这是让某些人觉得心痛的部分 好的 休息一下以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大陆跟美国呢 又爆发了口水战 美国批评呢 南海化界的九段线 违反国际法 大陆进行了反击 马上回来 好 最近呢 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 尽管大局上面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许多小事情上面 有不少的摩擦 比如说呢 这个前一阵子 大陆宣布了 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之后 就引起了这个美国人呢 相当强烈的一个批评 那现在呢 美国人又把这个焦点呢 转移到南海了 而南海的话 他提的还不是这个 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而是一个南海化界 一个叫做九段线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呢 如果可以请这个 我们的摄影师呢 稍微把这个镜头 zoom in到 我现在手上的 这一张这个复制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蓝色的荧光笔上面呢 一共有画了这个九条线 这也就是所谓的九段线 我们再这仔细看一下 把这九段线呢 这个如果说把它连在一起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问题 也是美国人呢 在批评的一个角度 现在我们回来请教蔡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九段线 我们当年 这个大陆这个九段线 其实跟我们当年画的是 相当的类似嘛 我们叫U型线吧 对 那你刚才特别 漏了一个菲律宾 对不对 这几个周边的国家 大家都有一些 真的如果照这个标准出来 他们只要一出门就 我不是故意漏掉菲律宾的 我不是故意漏掉 我知道 对 照他们一出来就到了 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事实上在现况 我们也知道越南菲律宾 都有掌控某些小岛 最大的太平岛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最近还在 要加强军备 对 诸如此类的事情 那美国最关键 当然这几个周边的国家 都有所谓的领土争议 那我们的立场 我相信中国大陆基本上也就是 基本上主权归我 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 但是共同开发 各自争议 对不对 这个包括东海和平倡议 也是一样的这样的精神 东西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共同开发 各自争议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 美国就一直讲说是自由航行 那中国大陆的角度就是说 我从来也没不让你自由航行过 对 对不对 那但是相关的国家现在 由于时空环境的变化 由于海底资源的探勘 有更多的发展的潜力 这个大家觉得将来的重点就是 陆地资源就这么多了 那太空资源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将来就是海底资源 所以大家都在争夺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 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又不能用打仗的方式 现在时空环境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将来只有透过 外交方式来处理 但是问题就在哪里 通常强者他是喜欢玩双边的 他不太愿意 你看菲律宾现在就要把这个事情 闹到国际法庭上去 他又要多拿一些帮枪做事的人 越南 也是个例子 越南菲律宾现在就跟日本搞在一起 对不对 日本因为东海跟中国大陆闹得不可开交 他就来 那美国又在其中残余其次 对 美国讲说是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这个说得通嘛 对不对 但是中国大陆讲说 从来就是自由航行 你在这边指手画交 说山倒是干什么东西 他只是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那美国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所谓的国际警察 他是一个超级强权 相关的国家他当然有 这个确实很厉害了 对不对 包括他还给了这个越南 这个军舰 对 非常便宜的价钱 或者是给了他们 那来让越南有更大的这种实力 来跟中国大陆 不要说对抗 来平衡中国大陆的这种军事成长 对 那中国大陆当然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就讲 前一阵子 刚才我们没有提到的 就是说特别提到的 日本炮制出来 就是说中国大陆要在 除了东海地区之外 要在南海地区 涉及防空识别区 对 那中国大陆基本上 予以否认 否认 我知道至少他讲的 就是类似的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又介入其中 我是觉得有时候 我不好讲说言多必失 但是有时候 在不必要的时候 讲不必要的话 你只会释放出 错终复杂的讯息 反而把事情搞得更错误 更没有办法解决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当然希望 是透过双边解决 但是这些个别的国家 都太小 对 那又没办法 抵挡中国大陆的压力 所以大家都把美国 拿进来 或者是到国际法庭上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讲到这个东西 有一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有关于 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当然他过去这一年多来 这个动作频频 又去访问靖国神社 然后又讲了一些 相当右翼的话 而且还要修改 日本的这个宪法 对对对 然后这个 集体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 对 到了这个 锁弃了以后 他又要拉着 跟这个普京 要把关系搞好 然后邀请普京 到这个日本去访问 还说两边要 签署这个和平协定 好 话讲完了以后 现在来了 美国的国务卿 Carrie John Kerry 他这个是2月14号15号 要到周边国家去访问 然后他要访问中国大陆 他要访问南韩 不过呢 他并没有要访问日本 那我现在的重点 当然并不是说 我们要把日本挑出来 来奚落他 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Carrie呢 他的访问 是继美国的副总统拜登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访问中国大陆的 又一个高官 这显示的就是 不论美国跟中国大陆 有在什么样的议题上 不管在东海也好 在南海也罢 有这个诸多的 所谓的这个未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有矛盾 是有摩擦 但是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关系 是永远是比较重要 你讲的就没错 就是中国大陆常常讲 斗尔不破 对不对 因为这个如果闹僵了 绝对是个双输 多输的一个局面 全世界都承担不起这个结果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你刚才讲的 大国关系 对不对 最近我们的行政院 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 他用笔名写了个什么 武侠小说 他里面特别提到 王道的基础是什么 是实力 其实在国际政治上 最核心的就是实力 如果中国大陆 还是当年的无下阿盟 他今天讲什么 都没有人理他 他今天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对不对 那用不同的统计数字来说 用购买力评价来说 中国大陆远远比 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还要好 是 如果在这种情况 之下中国大陆 其实 但是我现在谈的 我今天还在跟 外国的官员在谈 就是亲身说重话 但是背后带着一个大棒子 就是美国玩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用文明的谈吐 去尝试说服对方 但是你不要动达给人家卷袖子或者吃牙猎嘴 跟你家说重话 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今天的实力不可小细 是 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优势嘛 对不对 那你刚刚特别讲到凯利 拜登 他们就专门到 不是专门 他们不得不重视 我记得希拉蕊 中国大陆叫做希拉蕊 是 他以前就讲过 你对你的最大的在全国 总要客气一点 你不能跟他讲重话 是 对不对 那今天中国大陆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把自己搞好 把自己搞好 包括政治的 包括经济的 包括社会的 内部的矛盾 把它处理好 这个贪腐问题 把它彻底的 当然不可能彻底了 把它处理到有效的处理 然后学会用文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亲身说重话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以前大陆讲过 就是 人家说他是 子老虎 他骂美国子老虎 人家他说是 他有这个盒子 武器不用 但是这个盒子老虎是有牙齿的 他咬起来还是会痛的 但是你就不要一天到晚 去跟人家吃牙烈水 张牙舞爪的去吓人 但是你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今天我的立场是坚定的 我的原则是坚定的 但是我的策略可以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 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主权归我 但是策略 就是说 我们可以暂时 各自跟各自争议 我们来共产 东海行为选择等等 对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提议 那为什么 其实我们讲的对不对 我跟所有的国家的 这些关键的讨论 每个人都讲的对 但是为什么大家这样 这些关键的关键的关键的关键 这些关键的关键是